大家好 我是AirBuggy的J小編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一台推車 應該嚴格來講它不算是推車 它是一台拖車 它是現在啊 美國啊 然後還有韓國非常紅的 還有日本也很紅 叫做那個VIR VIR這個品牌 美國品牌的一個超厲害的多功能拖車 那你可能會想說奇怪 畫面當中沒有什麼拖車啊 就是這一台 那我現在把它組起來 讓你們可以看看它的如山真面目 首先呢 第一個動作就是 我們先把輪子裝上去 輪子裝上去之後呢 好 就可以把它放下來了 放下來之後呢 這裡 把它拉起來 拉起來之後左右兩邊護欄 來看 欸 拖車的一個樣貌 是不是就出現了呢 好 那這台VIR的拖車呢 它的一個標準配備的話 除了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一個型態之外 它還會有附一個 餐盤 餐盤 對 然後同時呢 還會有附兩個杯架 這個的話是這個VIR的拖車 它的一個標準配備 那這台拖車比較特別的一個地方 其實是在什麼地方呢 因為啊 像我們現在啊 在整個歐洲和美國 甚至是各個國家 我們越來越重視啊 戶外的一些活動 不管是去露營 郊遊 野營 野餐 那所以呢 這台拖車也因為 這樣子的Lifestyle的關係 它就應運而生了 所以像這台拖車它最厲害的就是 它的總承重呢 能夠到50公斤 所以說當我們今天呢 想要把它拿來做 載重啊 或者是載小孩啊 甚至是載寵物啊 甚至是家裡面如果要搬家 要拿來載貨物 都會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它還有什麼樣子的一個變化呢 首先如果說我們今天家裡面 有比較大的寶貝 那你想要讓它變成是 一般的嬰兒的一個拖車的空間 來使用的話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首先 這個 這個就是座椅的配件 那座椅的配件呢 我們要使用的時候 我們就是把它安裝上去 座椅的配件 然後我們把它安裝上去 旁邊這些套的地方都把它套住 然後後面這裡呢 就把它的 後面的束帶 拉到前面來 好 欸 方向錯了 拉到這邊來 然後我們就把它 竖緊 竖緊 好 然後這個座椅的軟墊呢 它就安裝好了 那有了座椅的軟墊之後呢 欸 我們再注意一下 前面這邊 它這個座椅軟墊還是搭配 是一個那種 三點式的安全帶 雙肩跟兜當 好 那接著 我們有了軟墊 當然我們推出去外面 就會怕今天太陽太大 可能會把那個小沒有啊 就是曬暈頭了 所以呢 我們還會 有一個加購的這種配件 就是一個天棚 的配件 好 天棚裝上去了之後呢 後面這一邊 我們就直接接到 拖車後面的這個扣套上面 好 這個天棚就出來了 那如果說你想要讓它透氣一點 我們這個上面這邊 還可以把它打開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透氣層的空間 對 所以你的小朋友呢 就可以坐在這個上面了 那中間這個餐盤 讓小朋友坐著的時候 都還可以在這邊吃東西啊 或者說是可以野餐啊 或者是放一些它的飲料啊 來去做一個使用 那如果家裡面 又剛好有遇到那種 newborn baby 新生兒的小寶貝 那你可以怎麼樣做呢 這時候大家都會想到說 欸 契座提籃的安裝 沒有錯 就是契座提籃 所以今天呢 這一個VIR的拖車 它可以跟幾個品牌的那個 契座提籃去做結合呢 它可以跟那個Messi Cosi Cybex Britex 然後Nuna 這些品牌 它們全部都可以安裝 但是你必須要去買 每一個品牌 它們各自 所搭配的這一個連結器 來去做使用 好 那這一小編就裝給你們看 那我們今天要使用 氣座提籃的時候呢 首先 我們就是把它的連結器 安裝在 應該要安裝的部分 好 安裝好了之後呢 接著 我們就把我們的提籃 然後 接上去 這樣子的話呢 你就可以同時 帶著你的大寶貝 跟你的小寶貝 然後同時的去使用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在 拖行的過程當中 其實這台車它被作為拖車 所以它的一個拖行時候的一個 流暢性跟穩定性是非常棒的 那當我們今天把它轉到前面來 用推行的那種方式的時候 它就會比較 操控性比較不會像是 拖行的時候來的那麼好 但是呢 今天它的載重 它的一個載重量 那種拖行的時候的穩定感 非常非常的棒 那我現在呢 就是請我們自己家 二十幾公斤的小朋友上來 然後呢 實際的拖給你們看 然後讓你們感受一下 就是說 上面有這麼重的載重量的時候 那拖行的感覺是如何 這個小朋友它現在是二十五公斤 那我們要拖行的時候 它的一個拖行的感覺 其實是非常棒的 那像我們昨天啊 其實就是有去那個戶外啊 然後去實際的去過馬路啊 等等的 其實它都非常非常的穩定 而且舒適 因為畢竟它的整個這個車框 旁邊的這些材質 全部都是航太等級的一個鋁合金 所以說它的那種沉重的那種感覺 非常非常棒 那我現在再放另外一個小朋友上來 那它的上面的重量達到五十公斤 你們再感受看看 來 這是兩個大小孩 坐在上面的時候的感覺 然後呢 那一位大小孩呢 是小學三年級 這一位大小孩呢 是小學一年級 對 可以感受看看 然後甚至是推行的時候的感覺 然後其實都是很順暢的喔 對 那 像我們現在啊 如果要帶小朋友出去玩的時候 如果說 上面已經坐滿了小朋友 那你一定會覺得說 這樣就沒有其他的地方 可以再放東西了 對不對 所以呢 來 它還有另外一個 對 另外一個購物的套件 我們就可以把它 裝在前面這個地方 所以同時呢 你就可以把 比如說 狗狗也可以放在前面了 然後我們就是幫他安裝一條 防暴衝的前程 所以狗狗可以在前面 中間又可以做小朋友 或是反過來 前面就是可以放一些 你們要外出的貨物 或者是商品 那中間這個地方的話呢 沒有小朋友的話 你就可以放小狗狗啊 等等的在中間的位子 等於說你可以去很多元的 去利用你們的一個 所需要承載的一些商品 或是承載的小孩 承載的储物 然後進行多功能 跟多方便的應用 所以像這一台啊 它的功能多變了 這樣一台的推車 我們在那個Air Baby 就是我們在 位於台北市光復南路415號 愛爾百區的這個門市 然後我們就是現場呢 就實際的展示 而且辦售 所以想要實際的來現場 了解它怎麼樣使用 怎麼樣收盒 甚至是可不可以調整它的角度 然後都可以到我們這邊 來做實際的一個測試喔 OK 謝謝 那我們直播就到此為止囉